我買了三顆,一個是四十塊 一個是三顆 一個四十塊就一百二 那也不便宜啊 一般來講一斤是五十九嗎? 先生 是一顆五十九 一顆五十九 有的還更貴 應該八十九吧 那就看你在哪裡買啊 對,那我們以前很少吃石柳 但是今年吃了不少的石柳 對,而且最近也是石柳的盛材 應該叫做盛材季節 所以市面上都比較看得到石柳這種東西 對,因為我們覺得石柳好像對於血脂肪好不錯 心血管方面 還有花青素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就嘗試著 對,嘗試著多吃石柳 那前一陣子夏天的時候買不到石柳 那我們都是買那個鹽脂 不便宜 幾cc就 那時候很貴喔 那時候 對 一小罐就那時候買了三五百塊 不便宜,那個東西不便宜 對,可是很酸對不對 對 那最近吃這些新鮮石柳 感覺有的還蠻好吃的蠻甜的 對,我以前都沒有吃過 對 對,那今天又特別去買了三顆石柳 因為我覺得它很貼 那因為一直以來就覺得吃石柳好麻煩喔 那我們就去研究了一下 如何剝石柳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還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剝石柳 來示範一下這樣子 那由你示範吧 這邊太擠了 對對對,我們好擠喔 好擠喔 不要這麼曖昧 我去前面好了 我來看 好 謝謝 然後 然後我們這個 要 那個 要先準備好 湯匙 湯匙 不要太小 有點重量的 然後呢 當然沾板是一定要的 那石柳呢 還是要洗一下 好 那當然我們在 在這個剝石柳之前 各位一定會先去買石柳 那買石柳的話 你就 就要注意挑選一下 像這一顆 這一顆有沒有 端端 糟糕了 這個是撞傷的 其實挑石柳跟挑橘子差不多 挑橘子如果有個地方 這樣 這樣子 水水的 軟軟的 那就是 受到嚴重撞擊 那這一顆有受到嚴重撞擊 這個就不要挑 這個就不要挑 那 如果說 這石柳 像這種紅紅的 亮亮的 就是OK的 那如果說 它表面有出現 皺縮的 咖啡色的 乾燥的斑塊 那也不要 因為它 它裡面也會有 變色的情形 就像我們類似西瓜有沒有 水傷 那種怪味會出來 所以 有咖啡色的斑塊 或是破裂的 裂痕的 或是像這個很明顯的 軟軟的 一個地方的結構 有點怪異的 這個就盡量不要挑 那當然 還是老話一句啦 便宜沒好貨 我想說今天 40塊很便宜 對 它以為40塊很便宜 事實上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你要把壞的把它挑掉這樣子 算一算也沒有比較划算 對 那我們 來這邊 來跟它 切一下 因為石柳的話 它 如果說 你用刀子切到它的種子的話 就把那個燙燙水水流的到處都是嘛 所以呢 我們必須 將這個 上面的這個蓋子 先把它撥開來比較好 我們這邊就 用刀子薄薄的 畫一圈 就是把它表皮畫一圈 把上蓋 就 把上蓋可以取下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石柳這個就已經是受傷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壞掉的 有沒有 這個都是花黃的 這個吃了怕會拉肚子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尤其嚴重有沒有 那尤其嚴重的時候 你就 就不要去 去 把這個 壞的 混到你的 你的盤子裡面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你要先把這個撥開來看 有沒有 黃 黃褐色的一個 果實毀壞的一個顏色有沒有 這個很明顯 一看到就是毀壞了嘛 那還真的便宜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很明顯的 毀壞的顏色 有沒有 暗黃色 比照旁邊這個是新鮮的 這是暗黃色的 滋生絮菌花臭 這個就不要了 如果是 所以你要挑石柳要避免這個 那一旦這個 這個有東西 造成這種狀況 它的 它的一些損毀的那個枝葉 應該也會污染到其他 好的一個東西 所以 這個 也不要勉強吃 就盡量避免 然後呢 我們 先把這些講好 以後我們再來繼續下去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 一般的石柳 它有 有幾個 那個 種子式 種子一個 區隔的這個空間 各位可以看到嗎 一條線 兩條線 三條線 一二三四五 有這個五條 種子的分隔式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切的時候 就是把刀子 下在這個 分隔式 這個區塊 你刀子也不用切太進去 就是 沿著這個分隔式 那這個也是 這個分隔式到這裡 那我們就是 沿著這個分隔式這樣切 好 那這個也是 所以它有幾個 有五條線 我們就 就切 這樣的話 你 才不會切到種子 才不會切到種子 才不會水流的到處都是 然後呢 然後你就 就可以 稍微 把它 搓一下 搓一下 然後 這邊你就可以 把它扒開了 看到 因為 因為 因為分隔式就很 就分隔出來了 對不對 萬一這個 這個石榴是好的 沒有受傷的 當然你就 就可以放心的來弄了 那我們這時候 就拿一個碗 拿一個碗 拿一個碗 那你就是 把它倒蓋過來 放在你的手上 放在手上這邊 然後呢 拿一個湯匙 用力的敲它 因為它 它那個緩作用力 會讓 會讓這個 石榴的種子 掉下來 我們 來敲給各位看一下 它掉在你的手上 這樣它種子才不會破 這樣它種子才不會破 嗯 嗯 那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 萬一如果有一些 這個 隔 這個 種子的這個隔末 它 它沒有下了 它掉在裡面 你就趕快挑一挑就好了 好 那只要 這個地方 就是不要了 就對了 好 那這是之前我們挑的 就是也是 跟剛才有類似的情形 有沒有 咖啡色的 皺縮的斑塊 有裂痕 這個都叫做老舊 成舊的這個 石榴 容易有一些 損壞的跡象 那這個 這個你看 它那個 那個隔末 這個隔末不多 因為隔末的話 你吃到這個東西 會感覺嘴巴苦苦的 所以盡量不要讓這些 這些要跟著我們嘴巴一起吃下去 你會感覺很苦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今天 這個 很快的 將石榴的 這個 果實把它敲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 拿個湯匙這樣來吃 那當然因為這個 壞的太多了 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就放棄了 那如果這全部都是好的 那吃起來比較保險 畢竟 畢竟一個40塊嘛 不要吃到壞的 這個拉肚子就不好了 真的 買這個沒有經驗 真的是 因為畢竟 石榴是外來的比較多 台灣也有種的 是不多 大部分都是進口的 那進口的 經過這船運 那個 那個時間上會比較 會比較久一點 少說一兩個月嘛 那 儲藏太久 也容易會有損傷的情形 所以 我們在跳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以上呢 這個就是 我們的一個 挑石榴的經驗 跟撥石榴的方法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 各位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祝各位能挑到好的石榴 好 謝謝